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個指點 以初速度3的 沿正X方向 就是速度是30 沿X方向離開遠點 這假設有遠點 那麼它的交路是沿這個方向 這是C偏南45度 就一跟互一的方向 大小是跟到二 原互一跟互一的方向 那麼他問 擇下類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我們看A選項 指點的速度V 與這個時間的函數關係為何 那我們知道V 莫數是等到 AT加V0 這是等加速度運動公式 A是等於 我們知道A是等於 寫這裡 負1 負1 T 加到什麼呢 出速是30 所以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 負T加3 X方向是負T加3 負T加3 Y方向是負T 是這個 所以這個選項 3-T 3-T沒有錯 它這裡是說負0.5T A選項 所以A選項是錯的 A選項是錯的 A選項要這個答案才對 我們看B選項 A選項 指點的位置 R 與時間的關係 R 我們帶等加速運動公式 等於 Z AT 平方 加V0 出位置等於0 V0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X方向 X方向 -0.5T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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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選項 X方向 -0.5T平方 加3T YY像是-0.5T平方 所以的話 這個是對的 它是3T-0.5T平方 YY像是-0.5T平方 所以離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C選項 C選項的話 指點達最大的X值 這個是指點位置坐標 可以分解成X坐標跟Y坐標 這樣的話我就想 X是等於多少 -0.5T平方 加3T C選項的話 是指點達最大的X值 就是這個 X值達最大的X值 那麼時間多少 X對T而言是一個二次函數 二次函數的話它是拋物線 拋物線首相 它是小雲的話 它是頑口向下 頑口向下的話 它會有個極大值 什麼時候有極大值 有個公式 就是這個頂點的X坐標 頂點的T坐標 這裡如果是X T 頂點的T坐標 T等於到2A 2A的話就是-1 2A或是-1 -1就是-3 3秒的時候 它有最大的X值 3秒的時候有最大的X值 3秒的時候有最大的X值 所以是3秒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T等於3的時候它有最大的X值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B選項 B選項的話它是說 當值點達最大的X值的時候 就3秒的時候 它的速度與焦度方向的夾角為和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知道那個速度V V的話是這個的 我就給它帶3秒 3秒下去有0 它跟-3 就是說經過3秒以後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經過3秒以後的話 它那個速度就跑到這裡來了 速度就跑到這裡來了 加速度沒有變 這個時候它說 它說 其速度 與加速度方向加37度 這個不對 指點達到最大X的時候 就3秒的時候 它的速度 跟加速度的方向加37 它說這裡是37 當然不對 這裡應該是45度才對 所以D這個選項是錯的 D這個選項是錯的 這樣看E選項 當指點達最大的X值 也就是3秒的時候 它的法線加速度量值為01 是不是 法線加速度向量 不是量子 法線加速度向量為01 就是法線加速度向量為01 就是法線加速度向量為01 我們現在的話 你看看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速度方向 它加速度往這邊的話 速度往這邊的話 代表它是 它是這樣彎過來的 彎過來的話 它法線跟切線方向互相垂齒 垂直外就是這個方向 這是法線方向 法線方向的話 這是他的方向 大小就是 焦度在法線方向的分量 法線方向分量的話 這45度也在45度 所以我們就曉得 這an的大小 an的大小的話 是等於a cos的45度 at是acos的速度 但是a的大小的話 我把它取大小 a的大小 是把它取大小 這個頻率在這個頻率開的 是跟到2 所以 沒有 這應該是法線交換度 法線交換度的大小 就是等於a是跟到2 乘以cos的45度是跟到2分之1 所以是等於1 這大小 方向呢 方向是這個方向 所以方向的話 是等於0 互1 所以乘起來的話 是等於0 互1 不對 這x方向 這是x方向 這寫錯了 互1 所以 最好 只有b跟c 是對的 abc d也是錯的 e也是錯的 所以 當然要選b跟c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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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非常好 謝謝 為了 感谢观看